我是黄建宇 今年56岁 2016年的时候 那在8月8号父亲节的那一天 突然间的心肌梗塞的发作 差点失去意识 其实在到振兴的路上 我已经心脏跟呼吸停止了 我从我的左大腿 取了一条大乙静脉 来做了两条的心脏的绕道手术 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心脏的收缩的频率 一直没有回到一般正常人的标准 它降到某个程度之后 就是他们所谓的心脏衰竭 那这时候唯一的方法只有换心 并靠人员是因为我加了叶克膜 然后心脏衰竭的指数 又开始慢慢慢慢往下 功能越来越低了 所以我那个排名 一路是往上爬 爬到1A 这个最严重的等级 到那个等级之后 很幸运就等到一颗心脏 时间也非常紧急了 所以当时那个心脏 据我的医师转述说 他当时在高房 看那个心脏来的时候 才吓一跳 因为那个心脏比我的 原本的胸腔来得大 没有别的余地 就放进去 刚出院之后 慢慢地我可以活动了以后 我第一次搭捷运 搭捷运 会让我紧张到想戴安全帽 他的那个速度 会让我紧张到 怕死 就是在重大手术 跟重大的面临死亡之后 他们有一种叫做 那种创伤症候群 然后这种会让我在半夜里面 会突然间的惊醒和报复 非常怕黑 会怕那种突然间 还会被害怕 就是死亡的阴影 会随时笼罩在你身上 包括我因为 我的凉腿萎缩 然后因为我中风 所以我眼睛看不到 今天我们看到公车来 公车冲当不会停在你前面 你就会在前面或后面 你就要追公车了 对不对 我没办法 我会跌倒 再来就是 我的那个反应速度 没有办法那么快 就那个情况之下 就是我没有办法 我必须等公车到前面来的时候 甚至我还得 公车到我面前了 我才能够确定 是不是我要大的公车 因为我看不到 所以以前很轻松愉快的事情 现在做不到 因为那个心脏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索费稍微有点压迫 所以事实上我后来在做整个的复健过程当中 也做了很多的心肺功能的复健 我是一个礼拜 运动 复健三天 但那个复健三天 当然是非常非常痛苦 像我们这种五十几岁中年大叔 然后中年碰到了 事业或身体上的重大的这种挫折 我觉得 百分之九十吧 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要拖累其他人 因为这样我反而觉得说 其实中年大叔更应该求救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恐慌症发作了 自己忧郁症发作了 或者自己身体不舒服 当你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 请你求救 请人家帮你 请专业家 专家帮你 请家人帮你 这种好事情 就很紧张 那他一直有讲说 他不甘心 不甘心 就这样子 没有办法 就是可能当天他就会 会没办法再活下去 他就一直说他不甘心 当时我打下去的时候 我曾经说 我人生可能当时最后的一句话叫 我不甘心 我只想到是我不甘心 但等我醒过来以后 我常常问我自己 你不甘心什么 到底什么都不甘心 后来慢慢整理出来了 我人生的一些东西 还没有解决的 没有跟自己和解 很多事情会纠结 我认为是跟自己和解的源头 第一个其实是我妈妈 其实我是从小蛮孤单的 这一次可能到后来我认为 我人生和解 是希望能够跟他们多亲近 我结婚以后 我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 周末都会带着小孩回去跟我妈妈吃饭 那我以为这就是个孝顺 但是每一次呢 吃完饭以后呢 就会为了这些看电视啦 或者是我妈讲的一些 我觉得没有什么道理的事情 会想跟我妈辩论 那你知道家里面不是辩论的地方 对 但是我又不想顺着我妈说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然后就会不欢而散 然后不欢而散之后呢 我就走了 可是一出门 三十秒钟 我就后悔了 何必呢 一个礼拜才看你妈一次 提醒我下礼拜不要这样 然后下礼拜呢 又来一次了 就每个礼拜都这样 几十年都搞这把戏 一直到最后那三个月 因为我必须要回诊 因为我妈住台北 会比医院比较近一点点 所以我有个机会 在我妈妈家住了三个月的时间 但我万万没想到 那会是我妈妈后来的最后三个月 我觉得可能是生病了吧 就是放下了自己心里面 莫名其妙的自尊跟自卑 我妈讲什么 好啊 很棒啊 好可以啊 然后我还会跟我妈撒娇啊 因为我妈后来总算搞清楚 我到底开什么道 就是好像有一个人的心脏给了我这样 后来我妈才会说 哦 这个人喔 是天使 不然怎么会让黄建宇我 现在说得很客气的 我们到后来那几个月 我们很习惯牵了手 她跟我说 不开刀 不化疗 然后那一刻 我才突然知道 那我妈用她这辈子最后的生命 教了我怎么去面对死亡 世作老奶奶 完全没在怕这一套的 你可以很从容 你不用哭天喊地啊 你不要觉得 哇靠 我不甘心 你不用 其实你可以很潇洒的 在生病前 我自己的目标就是所谓的人生的胜利组 或者说要追求一种主流价值的一种成功 我自己有公司 我的博士班念的也是跟企业政策有关的东西 走过了死 死亡这一关 让我 很多方面都软化下来 但有些地方还是 比如说 这是一个耳机 弄成这个样子 至少我再要用的时候 OK 很快的 不用在这边 嗯 打结 说不到打结 所以 这是真实的我 但是生病以后 让我可以让这种东西比较和缓一点 A型处女座的中年大叔 你放过自己了 才能够放过别人了 把我的故事写下来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过程当中 是一个疗愈的过程 当你把你的外在的内在的这些东西写出来的时候 就是在疗愈自己 我喜欢现在的自己 一方面是 我真的跟过去不太一样 换了心脏以后 人会变得比较 当然比较谦卑一点 你已经从 这么低的地方起来 再起来一次了 有谁 有谁会像你一样 老天爷给你第二次机会 让你重新去把你过去 没做好的 没做到的 没做完的 能够让你有机会再做一次 过去可能一直想到说 我未来要干嘛 干嘛 可是我生完病以后 我反而是开始回头去 把我过去没有做完的性 把它修补好 我不一定要那么完美 不一定要还要想未来那么棒的性 做完美的性 但至少我可以现在 让我自己成为 是让我自己喜欢的自己